如果从空中俯瞰 你会发现在金金纪三地之间 有一条蓝绿色的绸带 湿移蜿蜒 这就是人类水利工程史上的杰作 金航大运河 作为连通金金的重要水路 大运河五清段是进出首都北京的重要咽喉 千百年来 它见证了无数船只的来来往往 也孕育着沿岸村庄的兴衰变迁 丁家圈村位于天津市五清区南蔡村镇东南部 金航大运河从村西流过 如今的丁家圈村依托土地资源及周边水利优势 与天津农科院葡萄研究所结成科技帮扶队子 建成葡萄种植示范推广基地 我们村是从2015年开始种植葡萄 因为我们整块的地就是河滩地 我们的运河是从我们村西边和南边转了一个弯 我们村自古以来是粮仓 我们的土地特别肥沃 现在葡萄正处于盛花期 还是正在努力成长的葡萄宝宝 待到八九月份 丁家圈村便又会迎来甜美的丰收 千年流淌的运河 孕育出多姿多彩的运河文化 这其中与沿河两岸人民密不可分的便是美食 车马周船 人来人往 多种饮食 沿运河交融汇聚于此 调和出独具武清人文历史与乡土风情的饮食 这两盘是咱们大运河的一个特色的食材 是不是 对 这河虾是这个季节最肥 农忙不忙 上北京河就可以说 肥的河虾 中午或者晚上做当下酒菜 炸一下 第一盘菜就有了 对 这个鱼也是我们北京的特产吗 对 现在这种鱼也是相当多 水质好才有这种鱼了 运河慷慨馈赠了丰富的食材 在武清人民的智慧与民风中 烹饪出熟悉的一日三餐 千年古艺水路要冲 武清作为京航大运河流经天津的端口 近年来深耕保护与利用 并且卓有成效 一起运河宴 讲述着水乡之盼的寻味溯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